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广同学 这次的教程是将这幅风景图制作成动态视频 图里面的草地、光线、天空中的云都将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时也会制作粒子来丰富画面内容 并且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表达式和粒子知识 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相信在本教程中你可以收获一些新的知识 包括制作中的思路 以及如何通过最简单的手法达到最好的效果等等 本教程共分六集 每一集都会对风景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动态制作 最后添加音乐并导出成视频文件 好了,一起开始学习吧